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日本的上市公司 他们所投资的 极光先进雷射公司台南厂 今天上午就传出了 有毒气体 福系外泄 第一时间他们紧急撤离了363个人 甚至当时员工是戴着防毒面具来逃命的 而这个消防队抵达现场的时候 也不敢大意 他们身上穿的是A级防护衣 才有办法进入到里面 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紧张 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福系 因为它的活性很高 而且是有刺激性 如果吸入了高浓度 恐怕会造成废水肿 甚至最严重 有可能会致命 上班时间 员工通通不在座位上 来到一楼 有人戴上防毒面罩 消防车救护车也到场戒备 现场弥漫不寻常的味道 原来稍早前有科技公司传 赌气外泄 有毒气体外泄时 在惊恐大批人员 着装进到场区 确认钢瓶内气体状况 位在台南新市的极光 先进雷射公司 属号上午总量 6540公克的钢瓶浮气外泄 当场驱赶测后 立刻疏散进空大楼内的 363人 相关单位更穿上A级防护衣 进到管制区内只发冷却 幸好整个过程5人受伤 这家极光先进雷射公司资本额2亿4000万元 产品在亚洲市场包含日本台湾韩国等 大部分都是提供半导体制造厂使用 浮气也是雷射技术中激发气体来源 不过它处于活性 极强元素 浮气有刺激气味会攻击人体呼吸系统 也会轻使黏膜皮肤 如果是吸入高浓度 则是会导致沸水中 甚至有致命的可能性 浮的化合物在生活中 处处可见但服气却是剧毒 2016年台大也曾传实验室 有服气外泄情况 要使用凶猛元素 务必谨慎小心 避免还没驯服前线 有个万一 华人新闻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